大家好,这里是江西省南城县鸿门镇大山深处 我来到这边探行到了一座明代的古墓 墓主人是谁人,说出来墓主人大有来头 是朱元璋的第六四孙明县中朱建生的第四个儿子朱又斌的陵墓 这座陵墓在1972年挖掘过 虽然这座陵墓已经挖掘过,但是依然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我大老眼跑过来就围看看当年的玉端王朱又斌墓 朱又斌是在家境18年去世,享年61岁 前方我们看到了龙虹华表还有两头雄狮 龙虹华表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 前方的龙虹华表历经480年的历史依然不倒 上面的发文十分的精美 我们过去一起看一看 这是在朱又斌陵墓看到为数不多的文物古迹 上面雕刻的是龙 我们一起看看,上面的发文依然是十分的清晰 不得不感叹当年的工匠师傅的手艺 十分的精湛 这一头雄狮也是喜喜如生 喜喜如生的一头雄狮 我们再看看这边 这边也立了一根龙虹华表,还有一头雄狮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继续寻找朱又斌的陵墓 接下来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朱又斌这个人吧 朱又斌是生怡成化15年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就被册封为翼王 封地为江西建仓府 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城县 在他16岁的时候离开京城前往封地 朱又斌这个人,他一生生性节俭 喜爱读书,爱名如子,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 朱又斌的陵墓在1972年挖掘的过程当中 在他的棺材里面只出土了一对金杖和一户义带 也印证了朱又斌这个人生性节俭的特点 他与其他王侯奢华的生活是有所不同的 前方我们又看到了石像身,石码,还有文光武将 前方的石像身是已经遭到了破坏 但是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年代 什么样的时代遭到破坏的 前方的石码的脚已经是没有了 前方的文光武将的头和手臂破坏的还是很严重的 我们一起看一看在这里能够看到为数不多的历史文物 这是一头石码 这头石码的脚是已经被破坏了 让我感到十分惊喜的就是 这位武将上面的发文依然是清晰可见 虽然是经过了480年的风风雨雨 但是上面的发文雕刻是十分的精美的 可见当年的工匠师傅的手艺是多么的精湛 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走 就是朱又斌和王辉彭氏的宁庆 我们一起看一看 前方有一个极大的深坑 前方有一个极大的深坑 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遗留下来的大青石 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遗留下来的大青石 这里发现了一个深坑 冒似就是当年的稻洞 不容易啊 大老爷跑过来就为看看当年的玉端王 朱又斌墓 在这里看到了石像笙 还有文汪武将 虽然这些文汪武将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上面的发文雕刻依然是十分的精美 好了 这期视频我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